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泽民家族习近平还没有下决心 但是刘少奇家族的刘元是上交了20亿才勉强的过关 目前像囚徒一般的处在软禁之中 当然这些说法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证实 不过我觉得有很多关于红二代的传闻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个就是说红二代在穿夺习近平打台湾 说这样的话他们才有机会在习近平下放军权之后 可以有机会去发动政变 那么另外一个关于红二代的说法 是说红二代反对习近平打台湾 比如说刘亚洲 甚至说刘亚洲是因为反对习近平打台湾的 而被习近平判处了死缓 我对于这些消息其实都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消息来谈一下 红二代对于习近平打台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第二个消息也是跟台湾有关系 就是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发表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演讲 多次在公开行程中说出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这个在中共看来是属于明显的态度 但是中共官方没有任何回应 甚至媒体上都没有提都没有上热搜 完全采取了一种假装看不见的态度 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 6月2号在新加坡相当理大对话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个重话 他警告说谁敢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但是面对着掌握高科技的黄仁勋 中共却完全束手无策 这个事情也暴露出中共最大的软肋 第三个话题我们想说一下美国大选 美国先任总统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今天将就涉嫌 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事情 在美国接受审判 估计法官会对他从轻处罚 这和川普被定34项重罪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川普案其实是敲响了美国司法的警钟 也是美国司法被民主党武器化的 最重要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川普是美国史上第一个 被弹劾了两次的总统 是第一个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也是第一个被陪审团裁定有罪的前总统 甚至还可能是第一个被迫坐牢的前总统 川普的经历让美国人失去了 对美国司法的信心 我们知道川普在2016年大选之后 美国人对美国的主流媒体 普遍失去信心 那么现在对司法系统也开始失去信心 这对于美国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 让人意外的是长期以来 一直支持民主党的华尔街 现在有很多大佬纷纷站出来挺川普 大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让他们意识到 如果美国真的被左派搞乱 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今天在政治讨论这几个话题之前 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 有网上的观众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咱们现在开始说第一个新闻 现在有从中共体制内传达出来的消息显示说 习近平早就不准备和平统一 最终是一定要用武力去解决台湾的问题 这个说是习近平从香港事件中得到的教训 习近平认为 在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战时法规 迅速的解决所谓台独势力 一劳永逸 这个信息背后的逻辑呢 我是认可的 事实上中共只要认清现实的话 就会知道 台湾人是不可能支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 特别是香港自由的沦陷 这个大家已经发现了 之后呢这个香港就迅速的衰落了 不管是在金融方面 还是在其他别的这个民生方面等等 都在这个经济方面都在迅速的衰落 这个呢就让台湾人有一种兔死忽悲的感觉 就是如果这个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话 那么今日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 我们可以这样讲 台湾的民主越深化 中共就越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完成统一 这无关乎经济 无关乎科技 就是台湾人是否珍惜自己现在生活方式的问题 那么眼看着台湾渐行渐远 习近平也不想显得无所作为 所以呢就放各种狠话 各种军事威慑 加紧备战 在武统台湾的问题上 社会上流传着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咱们刚才提到 红二代呢 为了反习近平 他们一力穿夺习近平去打台湾 等着习近平交出军事指挥权之后 搞政变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 这个打台湾这个事呢 红二代坚决反对 认为中共会打不赢 而且呢会因此丢了江山 代表人物呢就是刘亚洲 甚至还因此被习近平判了死缓吧 那么关于这个红二代反习这个事情 刘云呢一直是一个核心的人物 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 当时袁鸿冰呢在自由时报上 以负满投版广告的方式 发表了署名的文章 说习近平呢正在遭遇执政以来 最严峻的政治危机 以刘少奇之子刘云为核心的 红二代已经形成了三项政治共识 要剥夺习近平的最高权力 然后呢把中国转型成为北欧那样的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呢还说习近平正在推动战时体制 为发动太亚战争做准备 这个袁鸿冰呢在文章中列举了 一系列红二代人的名字 包括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陈云的儿子陈元 还有叶剑英 贺龙 聂荣珍 王震等人的儿子 说都参与了联署 甚至薄熙来家族中 除了薄熙来身在监狱之外 其他家人也都联署支持了 这个刘元的主张 那么这个事呢 我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我认为这个袁鸿冰这个文章啊 这个消息啊 有很多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第一呢 我首先不认为说 刘元有这样的勇气去挑战习近平 如果刘元这么硬气的话 他就不会从总后政委的位置上退休了 他应该那个时候牢牢的掌握住军队 随时准备一击 那么现在刘元早就是人走茶凉 19大之后刘元就已经彻底退出去了 那么他即使想发动政变呢 也是有心无力 没有军队支持的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刘元是不可能作为这个领头的人 来干这种杀头坐牢的事情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第二个原因就是 红二代呢 已经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了 当年中共高层是有一个共识 就是郑国籍的家族 每家有个人担任省部级 但是也就到此为止 其他别的孩子呢 都去做生意 所以呢 其实现在的红二代都忙于闷声发大财 包括很多红三代的人已经移民海外 所以呢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呀 也不存在着那样的担当了 那第三个原因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袁宏斌讲到 红二代联署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 政变这种事啊 其实只有等到成功了之后 才能够披露 否则就会打草惊蛇 大家知道这个 当时在中南海政变抓四人帮的时候 以叶剑英 汪东兴 华国锋 这么强的实力 一个是党的主席 一个呢 是中央警卫局的顶头上司 汪东兴 还有一个是军队的元帅叶剑英 这么强大的实力 他们也得等抓了四人帮之后 才宣布 那红二代现在各种聚会的话 都会受到特勤局的监督 不可能随意聚会啊 更不可能公开商量这种坐牢杀头的事 但是呢 就是说现在围绕这个刘元相关呢 还出现了很多的其他别的消息 说习近平呢 是以反腐的名义 对刘元呢 进行了调查和整肃 刘元据说是交了20亿的财产 才勉强的过关 那么还有呢 就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兄弟 江绵恒和江绵慷 兄弟两个人 还有江绵恒的儿子江志成 说他们呢 现在也在进入到习近平的标准境 说这个习近平呢 是利用江泽民的葬礼为诱饵 把江志成诱骗回大陆 并且呢秘密扣牙 说现在这个江绵恒啊 江绵慷啊 包括这个 就是江志成啊 他们都是被习近平软禁了 但是呢 下一步如何处置 习近平呢 还没有指示 这个事情其实 这个真的假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啊 事实上 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 就基本上停止了 对江派势力的清教 江家是否出事啊 我觉得是有一个明显的指标的 我们可以看了 就是曾庆红是不是出事 如果说是因为当年 江氏家族支持周永康 薄熙来搞政变 那么这个事呢 曾庆红是深度参与的 所以如果不抓到曾庆红呢 是不会抓到江泽民家族的 那么如果就是说 以政变的形式啊 就当时这个政变 作为一个整肃江家的借口的话 那曾庆红呢 是应该首当其冲 当然了 如果这个曾庆红被越过去了 这个可能并不是完全没有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为了让江家交钱保命 就是因为江泽民家族 贪污了很多很多的钱嘛 习近平又很缺钱 所以说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整肃 这个江氏家族也好 或者刘元也好 不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 就是习近平希望他们把钱交出来 这个我觉得 在逻辑上的话 更加说得通一些 至于说现在传闻说 习近平打台湾 然后红二代呢 一粒窜多啊 这个希望有机会 借此发动政变 即使啊 我看不到这么做的 可行的路径 因为目前军中的 红二代不掌权 几乎没有什么掌权的 红二代大概只有一个人 算是实权人物 这个人呢 就是军委副主席张有霞 但张有霞跟习近平的关系 非常好 哪怕他真的是想发动政变的话 他是不是能够 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 和中央警力局之间 这个发生冲突啊 然后作战啊 这个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说中共现在实实在在的危机 他其实党内斗争呢 这个可能会对习近平造成 一点点的威胁啊 但是呢 我觉得很难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中共现在实实在在的危机 就是经济危机 还有就是高科技的禁运 我们先说一下高科技这一块 身价现在达到三万亿美元的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呢 日前在台湾的一个怀旧台菜餐厅 宴请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出席的多位都是董事长级的 和这个CEO级的大佬 他们呢 加在一块总市值估计超过一百兆元的规模 但是呢 就是这么多大佬在一块聚餐啊 吃什么东西呢 吃得很平民 一桌加上服务费呢 只要台币四千多块钱 七桌的话两万八千多块钱 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啊 这个台币换美元呢 大概也就是 一比三十三十二三十三的样子啊 所以说一共呢 吃了加起来不到一千美元 也就是人民币 也就是七千块钱左右啊 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大佬们吃饭 为什么显得这么寒酸啊 很多人呢 是不能够理解这种有钱人的心态的 如果你的钱是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 不是靠贪污啊 什么炒股啊 什么炒币啊 得来的 真正像英伟达这样办实业 这种人呢通常花钱都是非常仔细的 每一分钱的去处的话 他们都要觉得有意义 他们才会投进去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回馈社会啊 他们可能在慈善事业上一致千金 但是呢 他们通常个人生活非常的简朴 但是这些人他们可能会住豪宅 他们可能会有私人飞机 那是住豪宅是因为他们不想 这个实时的处在公众的视野之下 他们希望能够生活的低调 然后呢坐私人飞机呢 他们是因为能够节省时间 但是其实他们在个人生活上 早就需要 早就过了这个需要用钱来证明自己的阶段了 这次黄仁勋呢 这个 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啊 做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演讲 他在这次到台湾的行程中呢 也多次说出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但是呢 这个小粉红啊 就是关于这个黄仁勋的表态 当然是非常的不满意啊 但是呢 他们很纳闷的就是 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没有大力的批斗黄仁勋 甚至连微博的热搜都没有一个啊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其实答案很简单 是中共有求于黄仁勋的 人工智能呢 是一个中共想要弯道超车的赛道 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加持的话 中共就希望能够在军事上 在生命科学上 在超导核聚变等等科技领域和美国竞争 特别是中共需要人工智能 来对民众进行监控 从而呢 维系中共的统治 那这些方面呢 没有英伟达的算力 中共是玩不转的 是不行的 就算是美国禁运的最新的英伟达芯片 但是呢 旧的也同样有用啊 同样需要 所以呢 中共对黄仁勋的表态才视而不见 这个呢 其实也暴露出中共的短板 那就是高科技禁运对于中共的打击会是致命的 它的严重程度呢 甚至超过了台湾独立 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呢 在香里拉对话 新加坡的时候呢 他对全世界放狠话 但是呢 他不敢对着黄仁勋放狠话 就是因为这个高科技呢 是中共的软肋嘛 所以我才说200万共军呢 干不过一个黄仁勋 这个是中共在高科技方面 就是非常在意 再一个就是在经济方面 最近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前呢 调研经济 大概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呢 也感受到了经济方面的危机 房地产的危机 地方债的危机 会引发中共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规模呢 要比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要大得多 我们要明白 过去呢 房地产是一个蓄水池 超发的人民币都会 跑到这个房地产里面去 都买房子了嘛 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民币就没有在市场上流通 不会去买榨菜呀 去买方便面呀等等 所以呢 这个物价呢 基本上稳定 除了房价在上涨之外 但是呢 只要房价一落 这个蓄水池呢 就变成了放水池 超发的货币呢 会从房地产市场涌入下沉的市场 造成百物腾跪 尤其是生活的必需品 现在中国的涨价潮啊 变得越演越烈啊 现在这个 有一个就被称为穷人三件套的 三样这个日常生活用品 一个是泡面 一个是榨菜 还有一个是可乐 都在涨价 少的呢 涨几块钱 多的涨十几块钱 方便面呢 这个国内媒体甚至报道说 这个筒面啊 筒装方便面 已经进入五元时代 说问康师傅跟打工人 谁更焦虑 那么作为方便面搭子的这个榨菜呢 早就开始涨价 甚至涨过非常的惊人 福林榨菜从五毛钱一包涨到三块钱一包 高端榨菜甚至能够卖到五块钱一包 福林榨菜近十四年的总涨幅超过了百分之六百 是唯一能够追上这个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的产品 那中国的可口可乐呢 也要告别了三块钱的时代 估计一瓶两升装的可乐呢 会涨到七块 888毫升一瓶呢 会涨到五块钱一瓶 我倒不觉得方便面涨价啊 或者是榨菜跟可乐的涨价 是中共有意操纵的结果 更多的呢 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因素决定的 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个蓄水池里边说 蓄积的这个人民币呢 现在流向了市场 一旦进入流通领域之后的话 因为大家越穷啊 就越想吃那些便宜的东西 方便面啊榨菜什么之类的 这个庞大的这个穷人的需求的话 反而推升了这些价格非常低廉的 这个生活用 就是这个食品的价格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市场的选择 最后呢咱们再说两句 关于亨特拜登受审的事情 亨特拜登我们知道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 他呢在6月3号就是今天呢 将就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接受审判 这个是美国史上首次有现任总统的子女受审 这个亨特拜登在2018年的时候 购买了一把0.38口径的科特眼镜蛇 左轮手枪 因此面对三项重罪指控 这个很多人觉得说美国持枪的话 他不是自由的吗 对吧 谁有枪谁都可以去买枪了 不是这样的 美国的这一些比如说精神病的患者 或者比如说是吸毒的人 或者是重罪犯 他们是不能够持有枪支的 而亨特拜登呢 他就是一个重度毒瘾的 这个上瘾的这么一个瘾君子 所以呢 他呢就是在买枪的时候的话 等于是他为了能够买到枪 只能做出不实陈述啊 就是说他声称自己没有非法使用毒品 才会把枪卖给他嘛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在对他的起诉中呢 就有两项涉及到不实的陈述 再一个的话 第三项就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亨特拜登有11天的时间 非法使枪 那如果罪名成立呢 这三项罪名并罚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亨特拜登 最高入狱达到25年 但是实际上啊 如果没有其他指控的话 这类罪责是很少被判坐牢 所以呢 大家都预计亨特拜登会被重新发落 比如说 交点钱 交点罚款 或者呢 比如说社区服务啊 就属于这种就是矫正措施 这个对比川普啊 被定了34项重罪 美国的司法 对于这个亨特拜登啊 或者说对于拜登家族 对于民主党总是非常的宽重 包括这个希拉里的电油门事件 但是对于川普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 总是非常的严厉啊 超乎寻常的严厉 甚至不光是对川普了 就凡是跟川普走得近的人 可能都会成为司法部门去迫害的对象 比如说像这个麦克菲林啊 就是啊 包括这个川普的贸易代表纳瓦罗 包括这个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 都成为法律严厉追责和深门周纳的对象 这个呢 其实伤害到了美国立国的及时 当年这个清教徒啊 在登陆美洲大陆之前呢 大家知道他们签署了一个叫做五月花号公约嘛 在五月花号公约里面呢 他们制定了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他们将建立一个政府 但这个政府呢 他是在就是统治者啊 他的权利的话呢 是要经过被统治者授权的 也就是民主的原则 再一个呢 他们说这个政府呢 将依法而治啊 又是法治的原则 那民主跟法治的话呢 变成了美国政治的两大基石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到川普被起诉的话 其实是美国的一场宪政危机啊 也是这个大家对美国的司法 开始丧失信心的一个开始 所以呢 就是说 很多人如果真的关心美国的话 他们会发现美国现在已经非常危险啊 因为他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 所以最近呢 有一些华尔街的大佬啊 他们开始给川普捐款 一般来说 这个华尔街大佬 他们都是支持民主党 他们这个一捐款的话 都是捐款什么几千万的上亿啊 什么之类的 很少有共和党能够拿到华尔街大佬 这么大笔的捐款 但是呢 这个现在已故的亿万富翁 叫希尔登 这个阿德尔森 他的妻子呢 承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 投入超过一亿美元来支持川普 他呢 其实是这个 犹豫了很长的时间啊 在这个共和党初选的时候 他一直保持中立啊 他不选边站 当时妮奇黑里也好 德桑蒂斯也好 都曾经去找过他 希望他能够捐款 但是呢 他都不表态 但是现在呢 他决定要给川普捐款超过一亿美元 这个 其实这个家族啊 阿德尔森家族呢 其实以前曾经支持过川普 2020年的时候呢 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啊 这个委员会的话呢 叫做保护美国 在美国啊 有专门这样的一种 就是民间可以成立的机构 叫做PAC 叫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一般人呢 如果你给一个政治人物捐款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啊 比如说不能够超过两千美金 因为他怕 你能够因此来影响到 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 美国总统的政策 但是呢 如果要是这个 你成立一个超级行动委员会 PAC 那么大家呢 可以给你这个PAC捐款 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捐款金额呢 就不受限制 美国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它虽然讲法制 但是呢 它也故意在法律上 戳了很多的洞 让你能够钻过去啊 这个呢 就是美国人经常搞的 这个 这样的一个小伎俩 那么 像阿德尔森家族呢 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 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啊 就是 由此他们就可以大笔的 出于往外捐款了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为川普捐了9000万美元 其实我们从他这个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名字 叫保护美国 就可以知道 他为了保护美国的传统 所以当时就捐了9000万美元 2016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给川普捐过2000万美元 但是呢 这个2000万美元是什么时候捐的呢 2016年大选 我们知道都是11月份嘛 这个才投票 那2016年呢 他们当时到9月份的时候 才给川普开了一张2000万元的支票 但是呢 这个开支票的时候 有一个要求啊 就是要求川普在获胜的时候 宣布归奖美国的大使馆 前往耶路撒冷 那么川普呢 也确实这样做了 这个阿德尔森 是最近几周承诺支持川普的 几位亿万富翁中最新的一位 根据金融时报 周日的周四的报道啊 这个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 也是大学处理校园 反犹太主义的著名批评者 这个Bill Ackman 他呢也会支持川普 这个Bill Ackman 其实是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对这个美国现在的左派政策非常的不满 因为当时呢 在这个哈马斯 这个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呢 在美国的很多校园中 竟然出现了支持哈马斯的声音 所以这个 这个Bill Ackman非常不满 他觉得这个美国现在的疼效 已经被左派劫持了 在毁掉美国 所以呢 他就停止了向哈佛大学的捐款 那他的这个钱的话呢 就会捐到川普这里啊 就是包括很多就是我觉得保守主义者的这种高等教育的话 也是他未来很可能会支持的对象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华尔街的大佬们已经醒过闷来了 就是如果 再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就被搞乱了 美国的司法也被搞乱了 美国的这个媒体也被搞乱了 那么对他们来说呢 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那么他们的这个 这个赚钱 大家知道资本市场是最害怕不确定性的 当没有法治的时候 法治是 等于是按照规则形式嘛 你有这样的规则 这个一切的话 就都是可控的 或者说一切的都是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事发生之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因为他有一定的原则来限制 如果这个法治的原则被打破了之后呢 其实资本市场就会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他们赚钱的话 也就会变得相当的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当然就是说 还是要维系美国的法治 这就是说当川普被判刑的时候 出于对美国法治的担忧 他们也站出来开始支持川普 这个呢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内容了 最后呢 想感谢一下新加坡的庄女士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 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